今天很高興來到這裡 與李啟光博士跟大家分享一下 《孩子的音樂天分有多高》這個話題 李博士是一位非常權威的疲民分析師 他是行為科學博士、營養師、講師、專欄作家 專門研究大腦不同的區域 強弱對幼兒的成長、自我了解、就業 甚至管理親子關係都非常重要和幫到手 在十五年來超過一萬個家庭可以幫他解決問題 開發個人的天賦和配合後天的訓練 大大改善天分、情緒和集中力、親子的關係 好啊,好多謝你 謝謝李博士 李博士今天和我們分享很多的心得 相信很多家長都對子女的音樂天分有一個疑問 究竟我小朋友的音樂天分有多高呢? 其實在這個疲民分析可以怎樣去幫助家長和小朋友 好啊,或者這樣吧 我們先了解一下其實疲民分析 究竟我們說的是什麼呢? 好啊 為什麼會看到先天呢? 原來其實有一個解放學家 其實是他在1926年的時候 正式將這個學說 在這個很有系統的學術研究會 一個美國解放學家協會裡面定立出來的 變成了其實在裡面 他對很多我們身體皮膚的文理 和我們遺傳信息的關係 做了很多的研究 透過這些研究 我們發現其中一件事 就是我們十隻手指的指紋 是對應大腦不同的位置 神經元在學習單位裡面 其實究竟他的分佈是怎樣 排列模式是怎樣 導致在研究裡面 發現不同種類的數目的排列等等 就會產生了一些個別的學習模式 聽起來好像很複雜 其實簡單一點來說 大腦的結構 是決定了我們這個功能表現是怎樣 就是說其實每個人大腦都有少少的地方 是不一樣的 那這些不一樣就會產生了不同的學習需要 譬如好像音樂天分 音樂天分 其實就是我們究竟大腦裡面 怎樣接收音樂這件事 而當我們學習音樂的時候 哪些腦區協調都夠好 就會產生一個較大的優勢 剛才說過 譬如皮文分析來自一個解剖學家的研究 所以能夠了解一個人的 大腦的結構模式 就會產生一個很理想的了解 我們經常都說 恩財師教是什麼呢 就是了解一個人究竟他們先天是怎樣 然後再將環境去配合 所以一個人有沒有音樂天分 其實掌握了之後 就決定去學不學音樂 所以這個配合就是互相 先天後天之間互動的結果 而這位就是建立皮文學的解剖學家 1926年正正式式定立這個學說 已經很久的歷史了 現在都差不多接近九十幾年的時間 也都因為他是一個解剖學家 所以他就從我們大腦的神經元的排列裡面 利用這個學說去找出來的一個結果 大家可以上美國解剖學家協會的網站裡面 1926年就會找到他定立這個學說的過程 而他也都詳細地在裡面說得很清楚 就是其實整個學說 就是在說皮膚的紋理 究竟是怎樣反映了一些遺傳的特質 而這位解剖學家寫了一本很著名的著作 其實我們這本著作裡面 都會提到皮文學究竟怎樣用皮膚的紋理 去將這些細胞在分裂的過程 去產生的一些不同的特性 所以在這個學說裡面 說了給我們聽很多相關一個人 他那個先天大腦結構 究竟怎樣影響他的學習模式 而音樂有幾樣東西很重要 我想鄧老師特別比我清楚很多 一個人音樂能力好不好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在我們左路的列頁區位置 就是我們音準的能力來的 譬如我們辨別聲音的準確度 對 很重要 非常之重要 原來皮文分析都是這麼科學的 真的很好 亦都在這個過程中看到 譬如這個腦區的細胞 特別多的人 他們可能聽音很準確 所以你發覺音樂的能力 天賦好的人 其實他們的音準好 其實他們的語言能力都會好的 所以同一個腦區 他又負責學音樂的準確度 亦都負責聽音的準確度 當我們學不同種類的語言的時候 他都會有關係 當然 譬如我們音樂智能好不好 譬如彈奏樂器好不好 其實牽涉到我們小肌肉的操控 所以小肌肉的操控 就來自大腦頭殼頂的位置 我們叫做頂葉區 神經細胞越多的話 他的操控能力會越準確 協調得越好 節奏感都很重要 就是我們大肌肉的部分 都是頭殼頂的位置 所以基本上 不同的腦區 去配合走出這個音樂天分 所以我們會這樣評價一個人 究竟他的音樂天分好不好 主要就是來自他這幾個腦區的協調 做得好不好 哪個腦區比較突出 主導他的整體能力的優勢弱勢多少 去做一個比較 即是說 可以很科學化 很有系統 很客觀地 找到一個小朋友也好 一個大人也好 其實他在學習音樂之前 究竟他哪個位置是他最大的優勢 甚至乎可能幫到教音樂的老師 去辨別這個小朋友 我們應該做多些什麼類型的訓練 真是很有用 嗯 沒錯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就會發現 用一個客觀的數據 去告訴我們 怎樣去建立一個人的學習模式 所以 非常之有系統的方法 嗯 好啊好啊 很多謝李博士的分享 多謝你 好啊 那我們就要留意 下一集的李博士 就會和大家分享另外一個題目 那就是和大家分享一下 究竟學習音樂和指紋有什麼關係的呢 或者有些過度活躍症啊 或者知憂兒童啊 或者那些自閉症的兒童呢 究竟透過皮紋身色有什麼方法 可以解決他的問題的呢 好啊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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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